这是一首关于逆行者的壮烈碑歌 一支由25人组成的消防支队 在火场全部壮烈牺牲 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0岁 而这场悲剧的发生却源于一个谎言 2015年8月12日夜 天津突然传来一声正天动地的巨响 爆炸机器的光波瞬间将整个夜空点亮 天津市民被惊醒的同时 天津消防第一时间启动了紧急预案 与此同时 天津消防支队第五大队内警铃打坐 因为情况特殊 大队内26人只有一人留下值班 其他25人均在最短的时间内抵达了火场 尽管他们已经简单了解了现场情况 可依旧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 火焰和浓烟将整个天津港淹没 穿戴好装备的消防员化身逆行者 在浓烟和漫天的火光中 坚定不移地向火场前进 根据前线的消息 着火点是瑞海公司的危险品仓库 但现场所有人都不知道仓库内到底存放着什么东西 在现场的仓库负责人 在面对消防队员的询问时支支吾吾 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火石越来越凶 消防战士顾不得那么多了 尽管他们依稀知道这个仓库内是存放危险物品的 但是为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他们还是义无反顾的冲进了火场 如果任凭火石不断蔓延 整个天津港祸将不复存在 更不要说附近还有三个大型居民区 共计一万多名群种的生命 面对未知的恐惧 消防战士只能迎难而上 随时的时间是22点50分左右 第五大队肩负着最艰难的使命 在火焰的炙烤中冲进了火场中央 在战士们的共同努力下 火石逐渐被控制 正当战士们以为火灾将被扑灭之时 一场灾难正在悄然酝酿 23点34分06分 着火点发生了剧烈爆炸 颤颤颤 一朵数十米高的蘑菇云腾空而起 将整个天津上空隐成白昼 防原几八米火焰四箭 在火场中的战士根本没有时间撤离 他们的身躯在剧烈爆炸中显得十分渺小 这相当于15吨TNT爆炸 就算是最先进的坦克 在这样的爆炸下也会被瞬间摧毁 火灾现场的人急忙展开救援行动 他们多希望下一秒战士们从火海冲出来 但不管希望有多渺茫 现场的所有人都没有放弃 可就在这时第二次爆炸发生了 一声震天焊地的巨响将现场的所有人吞噬 人们在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爆炸瞬间升腾起的巨大魔鬼 这次爆炸相当于44枚战斧导弹同时击中天津港 方圆十公里内的玻璃被震碎 天津乃至河北地区都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感 而消防战士的身体怎么可能抵挡如此恐怖的爆炸 在火场外围的天津第一和第四大队的战士们瞬间被强烈的冲击波吞噬 近半数的战士瞬间隐秘 而全员出动的第五大队却彻底消失在了火场中央 再也没人见到他们的身影 整整二十五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烟消云散 此时的时间是八月十二日晚上二十三十三十四分 从战士进入火场到灾难发生只过去了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 但这半个小时却夺取了第五大队在内一百多位战士的生命 而这场骇人的灾难直到八月十四日下午四点四十分才被扑灭 可见起火物品的特殊性 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就是天津瑞海公司 火在现场的仓库负责人明知道仓库内存放着大量危险物品 却不将实际情况告知消防战士 导致一百多条鲜活的生命在爆炸中消失 很多战士的尸首甚至都没有找到 当爆炸现场被清理之后 人们在爆炸中心恶然发现了两个大坑 一个直径为十五米深一点一米 这是第一次爆炸留下的 一个直径为九十七米深二点七米 这是第二次爆炸留下的 只看这两个深坑就能感受到爆炸害人的威力 那些在火场中央的战士们 甚至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离开了人世 这场灾难令无数家庭支离破碎 令无数人黯然神伤 如果当时仓库负责人能告知仓库内存放的物品 消防战士或许能够达出更好的应对措施 防止这场惨剧的发生 一场看似是天灾 但实际上是人祸的爆炸 夺取了一百多位消防和武警战士的生命 在这场灾难中 天津消防第五大队除了留守的消防员之外 其余25人全部葬身火海 当火灾被扑灭后 人们只在现场找到了两具消防员的遗骸 其余23人全部失踪 他们的身躯在爆炸瞬间起化 那名留守的消防队员刚来到第五大队没几天 而且年纪最小 所以出警的时候 队长才会决定让他留下来 谁能想到这一别就是永远 25位牺牲战士的平均年龄只有20岁 最小的战斗员只有18岁 而40多岁的队长赵飞 每次都身先士足 将自己伪安的背影 留给队里的小伙子们 他知道 这个神圣的职业 伴随着致命的危险 他总是想将最安全的位置 留给手下的队员 我相信 在爆炸的瞬间 他脑中想的一定是 如何帮助队员死里逃生 但现实何其惨恐 剧烈的爆炸 将整个天津港变成了人间炼狱 身处爆炸中心的他们 无一幸免 根据第四大队的幸存消防员称 爆炸发生的太过突然 现场所有人都没预料到 爆炸的威力如此惊人 他们根本没有撤退的时间 不少人只听到轰的一声 便失去了意识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 瑞海国际公司的负责人 在火灾发生之后 隐瞒着货物的信息 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曾经繁华的港口 夜之间满目疮痍 无数消防和武警战士的家庭 因此支离破碎 这家天津市最大的化学危险品仓库公司 在实际运营过程中 为了一己私欲 将安全抛制脑后 现在距离天津港事件 已经过去了七年时间 也许遇难家属的伤痛 已经被时间磨平 牺牲战士们的名字 也随着时间被人们淡忘 但这场灾难到今天 依旧为我们敲响着警钟 如果天津瑞海公司在实际运营过程中 没有违规操作 那么这一场让无数人伤心欲绝的悲剧 就不会上演 但时光不能重来 我们能做的 就是不要遗忘那些 在灾难面前勇敢逆行的战士们 如今的岁月静好 是他们在替我们负重前行 消防战士拿着微薄的薪水 却从事着这个社会上最危险的工作 24个小时 他们都处于精神紧绷的状态 经常在生死的边缘来回游走 他们用生命守护着人民群众的安全 但他们的生命安全 又该由谁来守护呢 在最后 附上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中 牺牲的消防员名单 让我们一起面花 之后 以后 我们下期再见